冯佳佳在2020年破产欠下2.4亿 但她积极工作赚钱还债 今年4月她则透露自己目前还了超过四分之三 大约只剩下6000万元的债务 而一直都有导演梦的她也提到 债款都处理完后还是希望能再拍一部会赚钱的电影 不过当她四处寻求工作机会时 差点被有心人士欺骗 当时有朋友介绍了一名金主 对方表示可以出借6000万 但要先给360万元的利息 她纳闷问对方倒扣不就好了吗 结果对方告诉她这是江湖规矩 由于真的急需用钱 彭佳佳超努力弄到360万元的支票 不过约定好汇款的当天 不仅钱没进账对方电话也没接 直到隔天才联络她 并改口说拿到现金马上就汇款 这才让她清醒警觉这是诈骗 虽然钱保住了 但还是忍不住难过问 为什么她都这样人家还要来骗呢